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看 在今天的故事里就有一个人去阻挡秦王 小朋友们快和秦王老师一起去看看这一段惊险又刺激的历史故事吧 话说这一年 秦国的大王嬴政又击败了几个国家 占领了很多土地 让自己的士兵在那里休息 等着合适的机会再进攻附近的国家 在这其中 就有一支非常厉害的军队 每天在燕国的边边上走来走去 这可吓坏了燕国大王的儿子 太子丹 他心想 秦国一定是要来攻打我们了 不行不行 我必须阻止他 正好在这时候 太子丹认识了一位叫荆轲的人 他爱读书 有学问 而且有非常厉害的武功 太子丹认为 这个人一定可以阻止秦国 于是送给他很多好吃 好用的东西 让他住进大大的房子 还会每天过来向他问好 渐渐地 荆轲被太子丹给感动了 决定帮助他解决秦国这个大难题 经过一番的讨论之后 他们决定让荆轲和另外一位勇士秦武阳 作为燕国的使者去接近营镇 然后趁机行刺他 这样子 秦国没有了大王 也不会再进攻燕国了 不过 这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荆轲很可能就会把命送在秦国 所以在出发的那一天 太子丹和许多大臣都哭着来为他送别 但荆轲却没有掉一滴眼泪 他坚决地坐上马车 头也不回地就出发了 荆轲来到秦国 找到了嬴政最喜欢的那个大臣 装作一副恭恭敬敬的样子跟他说 我们燕国的大王非常佩服秦王 想把一片富饶的土地和那里的百姓都送给他 希望他能接受这个礼物 大臣把这些话告诉了营镇 他可高兴坏了 没想到不用打仗就可以得到土地 所以他开开心心地穿上了最华丽的衣服 带着自己最珍贵的宝剑 在王宫里面举办了一个盛大的交接仪式 在仪式的当天 秦国所有的大臣都来了 营镇也坐在高高的台阶上 等待着自己的礼物 荆轲和秦武阳带着燕国的地图 一步一步靠近营镇 但就在这个时候 秦武阳突然害怕了起来 他看见这么大的场面 觉得自己将要做的事情一定不会成功 想到这里 他的腿都变软了 不自觉地颤抖起来 秦武阳奇怪的表现 一下子就被营镇给发现了 他立刻感觉到不对劲 于是问秦武阳 喂 你为什么这么害怕 但秦武阳已经吓得说不出话了 这让人们更加怀疑他们 有些大臣已经撸起袖子 准备抓住他们了 聪明的荆轲 可不想让这个胆小鬼破坏了行动 所以他笑了笑对营镇说 他只是一个没见过世面的人 第一次看到像您这么高大威武的人 当然会觉得害怕了 请大王不要责怪他 营镇听到荆轲这么说 马上就放松了下来 而且还变得十分高兴 他说 哈哈哈哈 没关系没关系 既然他这么怕我 你就自己过来展示燕国的地图吧 于是 荆轲独自走上台阶 来到营镇的面前 他一点一点地打开燕国的地图 详细地介绍这一片富饶的土地 荆轲说 大王您看 这里土壤肥沃 适合种庄稼 这里是一片森林 有很多木材 这边还有铁矿 可以建造武器 营镇看着这片土地 眼睛都放了光 他听得非常入迷 但在这个时候 荆轲突然把地图全部展开 里面露出了一把锋利无比的匕首 说时迟那时快 荆轲一把抓住营镇的袖子 将匕首刺向他的胸膛 然而 营镇却飞快地扯断了袖子 挣脱出来 没让荆轲给刺中 营镇想拔出自己的宝剑对付荆轲 但这把剑太大太重了 费了很大的力气 也没有拔出来 他只好先跑到柱子旁边 想躲起来 荆轲却在后面紧紧地跟着 这个时候 有一位太医 看到自己身边大大的药箱 于是 立刻把药箱丢向荆轲 荆轲被药箱给砸中了 一下子走了神 正好这个时候 营镇把宝剑背在背上 拔了出来 直直地刺向了荆轲 荆轲缓缓地倒在地上 他没有丝毫的恐惧 只是平淡地说道 我来刺杀你 就是不想让你再侵略燕果 但这一次没有成功 实在愧对太子丹 对我的恩情啊 荆轲说完之后 就去世了 秦武阳也被大殿上的人给抓住了 荆轲赐秦王的行动 虽然失败了 但是他知恩图报 勇于牺牲自己的精神 却流传到了今天 我们赞赏荆轲高尚的品质 不过 也不能够盲目地向他学习哦 小朋友们在受到恩惠之后 有很多种报答别人的方式 不管怎样 我们都不能够去伤害其他人 要用和平的方式去解决问题 好了 荆轲赐秦王的故事 今天就讲完了 在下一期的节目里 还有更多的人 来反对秦朝的统治呢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让我们下一期 再一起来揭晓吧 我们下期再见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